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公子波马的节目 好了,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先来检讨上次的成绩 上次介绍了四只马 第一只马就是第548长次 五班的千四米 我介绍呂建威马房的仲德威 由巴到拆骑 其实一直骑下来都没什么跑错 直路推下去就没什么小 似乎马来到五班都没想象中那么厉害 之前打算是四班马 而五班应该有点优势 但是又是 你说他骑得不好也不是 但是推下去就没什么 似乎转弯进直路的时候 都觉得马没什么 都是放弃 那一场马就跑了赫延马房的功夫查 接着就魅力汉子 爆了一只大红星大难门 其实这只烟门也是死的 欲成精彩 如果那天有看我的节目 就有说过 上一次那条跑道 赫延马房会去马 那天赫延马房 霍云星就赢了这只功夫查 7.7倍 古阿非来的 一般马迷不会买这只马 结果这只仲德威就没了 好 第二只介绍呢 就是第四场 550场次 第三班1650 我介绍姚本辉马房的精准快车 那一场马就由潘顿拆棋 这个蔡约翰马房的年年行运 买到1.8倍的大烟门 就给你一个 比较 跑第三 最后回飞回到2.5倍 精准化车赔率是不错的 不断地回飞 我还打算那天 姚本辉独独出三只马 有精准化车 接着有仪心星 接着有玩具达人 那玩具达人就没飞 大烂门 就打算跟仪心星起个马 谁不知很幸运 原来就是独独赢了一只精准化车 有7.5倍 跑第二那只 我也中了 因为要拖骸妍 劲区 那条Q就算很好分 那天就赢了 这场马就赢了少许钱 不用输 好了 接着我第三只介绍的马 就是551-4班的千二米 介绍 雷神差劇 那罗富传马逢的适赢 最后飞落到2.3倍 顺利胜出 那也是罗富传在香港的 第300场头马 那叫做 中了个孖寶 孖寶也挺好分的 289元 那天介绍的四只马 也有两只Vin 算是有些交代 不用这么欲算 是啊 那最后一只就介绍第十场 556场次 三班千二米 我介绍的就是赫然马房的曾友 由潘顿策劇 这马林场是有飞的 但是也有一些回 但是也算是不错 四倍开跑 但是问题是 跑下来就有点古古怪怪了 让了个位给心智恒上 那顺利开了 呂建威的一个孖寶 金枪六十 踏这个心智恒 就是心智恒最后还有五倍 那么 曾友我就觉得 和潘顿的表现都无关 那一场马有点特别 就是潘顿就让了个位给心智恒 那又让心智恒就顺利胜出 那么曾友就没有了影 那么 那情况就是这样了 那还有一场马要提提的 就是555场次 二级赛1600米 那只金枪六十回来了 那么 就是沿途 一档起步 那么 守在内篮那里 这次不留后了 比较跟前一点 去到差不多转弯入直路 就拉出来中档 这样冲 冲下来的势势就很强了 回复马王本色 也是在香港 香港第20个Win 真是厉害了 那真是期待去下一次 究竟会不会和这个 加州星球碰面呢 今季两只最锐的马 那么在下一次的赛事上 会不会碰面呢 那大家都很期待 好像说现在会 我坎岳劲 那难道是 加州星球金枪六十 单Q下场 我不知道了 那么 潘顿的表现也是 日行一线 有马赢的 但是那个伤势 就是之前新闻报道 就说他腰栓背痛 和马会炒弃 甚至说不骑马 要出去按摩推拿 那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那似乎就 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潘顿是一个 身经百战的骑士 那还有 那人的运势有起有落 伊奇就到莫黎拉雄 他就颓一些 那我就不相信 那个伤势有影响 那何况就 又是他了 那现在潘顿 在来的赛马日 就 星期三那天做 退热成功了 就是之前 他的马就一定热的 那现在因为有这样的 日行一线这件事 那退热成功 那么 很多恶马握手 星期三 那我都会信赖他一票的 我不觉得 就这样看回 他骑马的马 我不觉得 他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真的要斗赢的时候 他就能赢得到 起码是吧 那么其他的马 可能不够的 那么 你知道他啦 赢不到 或者看到那只马 不行就松手了 都是他的 这个艺术家的本性 那么我觉得 他的伤势 是不是好像大家 想象那样 很影响的表现呢 其实我在心里面 我觉得不是 好 那么上次就检讨完毕了 那么希望 今次就像上次那样 有两个win 那么有两个win 都会开心的了 可惜上次那些球都很糟糕 哈哈 没办法 好了 那么我们进入这个 4月6号 星期三的跑马地马场的 9场草地赛事 那么 那么今次是使用A跑道 那么 今次是季内变 第七次使用这个 快会谷的A跑道 上次用在3月2号 那么当日的9场头马之中呢 只有奥隆区一匹是9档起步 其余8匹呢 都是排6档以内起步 那么当日的A跑道 也都带来这个中内档马 那么快会谷 一向都是有利中内档马 但是以A跑道的形势 就比较严重一些 就是上一次的战果就告诉我们 就是一字六档就包办了头马 好了 至于跑道方面 9场头马之中上一次 放头马有赤马洪峰 八心智慧 幸运旅程 金钻贵人 马斯是赛若翰赢了八场 之后就是罗富泉 赢了六场 那么这些数据好像没有用 但是上次是有用 上次提一提何言 结果就中了一只竞区 先中不了功夫差 那么骑士方面 最多是莫雷拉赢了13场 之后是潘顿赢了11场 那么再之后是田太安赢了7场 那么三个人在A跑道 已经佔了六成的头马了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大师傅的表现 好 那么今次的3T有545万多宝 而第一口孖T都有51万多宝 那么没人停赛 全部出来了 马雅都出来了 那么算是人齐的 还有一点要提提的 那么 就是刚才都说过了 那么潘顿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那件事就唱开了 我就觉得退越成功 那么最近两次赛马都是日行一线 那么普罗马会不会把集中力 集中在田鸡 还有莫雷拉两兄弟身上 当然 当你集中了注力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会不会又有反差出现呢 跑马很喜欢的 那么容易被你捉了一个圈 是不是呢 那么毕竟赌马球赔率而已 有理由相信 我只有理由相信 今次的形势会逆转的 那么 至于 星期三的法国局赛事 我看到吕建威是摆出强阵 那么刚刚就赢了金枪六十 有新人起过妈 会不会的强势延续到星期三晚呢 他星期三晚出了六只马 那么 潘顿就其他四只 那么其中都有些很有机会的马在里面 那么 大家看一下情况了 我都介绍了两只 那么另外 罗富泉 然后赢了马眼呢 逢什么声就想回来 练马斯排第一位了 那么 那和蔡肯瀚平头 那么 但是 他的第二次数多过蔡肯瀚平头 现在就排在第一位 第三场六号马的劍在九天 沈泽城马防河宅要骑 是一只冷门来的 那么这只马是一只储类马 那么 现在都没开债 那么 两季前就由52分起步 一共呢 一共跑过三个亚军 三个贵军 那么 上名率其实都不算太差 那么 那么目前就平33分 那么我们看看上次492场次 沙田1400米又类似測剧 那么也有17倍 莫后没有信心 那么你看看600米那里 就被撞了一下 那么最后也都 群驱蜜笼 是没有位置冲的 那么 但是呢 仅乎头马 添友运都是二有四分之一个马位 那么其实表现都可以接受 那么 那只马也都不是输得很远的 你看回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头那四五个马位过中点 那么有理由相信 在现在的评分 已经是微微有利了 那么 上次就跑田草1400 今次就回归快活谷 真情 博你不信 跑1650 那么 换上曾经拆棋去上名的何宅耀 不用雷神 那么加上有个好的档位 两档起步 那么其实 那么多的条件加上 我觉得已经是可博之道 最重要的就是快活谷五班赛事 老实说 海军寿水兵 不差也不用沦落到五班 马派1650 那些头马还要不算我去 聂马斯的成绩里面 那么 最重要的是 我刚才打开电脑 看到它目前的赔率 有9点 先查一下 现在最新的赔率 第三场 那现在剑在九天 是9.2倍 比我刚才下午看 9.5倍 又落个少少飞 似乎有人落了 绝战底飞来 看赔率而已 一于试试它 有10倍 不过我要提提大家 最近的谷草一里 这650 大叶的取胜都相当之高 七场马里面 拿了6.1 那么 留意明天大叶门 这一临场的大叶门 这场的马 大叶门就叫 超帅 但是明天未必是这一只 目前赔率5.2 也都反映出 这场没有一只 就是 很注目的大叶门 那些 两三倍 那些马 那么 就是 应该是一场 挺平均的赛事 那么希望明天有机会突围 那一只剑在九天 那么我第一只 我要一只十倍马 剑在九天 第三场 好第二只马呢 那么我要分一只燕马 我说过 我这次看到 潘顿和吕健威 就有个强阵在这里 其实潘顿和吕健威 今季在谷草合作了16次 拿到11个win 三个第二 非常得人的 只有两次没比 那么 我介绍第五场 5号马 魅力一丁 是一只新马来的 那么 那来香港之后的四货集 都由潘顿亲自去试 那么 看得到呢 潘顿也很注重这只马 那么四次都展示到有前速的 那么 上次A跑到 放头有着数 呃 今次应该是的了 那么 那么它排八档 那么也都是 不符合数据 我刚才说 很多马都是六档以来的 那么希望它放出来啦 那么放出来其实 应该有些机会 那么可能也都因为八档 所以现在换来的赔率 有5.2倍 不是一只 很热的热门来 那么因为 都很多张报纸都唱这只马 那么现在就5.4 越来越冷 那么好啊 好赔率啦 既然一只新马有表现的 表现到 在试集里面有表现到前速的一只新马 那么明天 李健威和潘顿又放了一个强阵在那里 那么我先要了它 不要 呃 先走鸡 那么 拿了 那么现在5倍 其实直博啦 那么又是那句 那么新马呢 还有李健威的马房 不用说的了 一定会下飞啦 好像上次罗富全赢 那只会赢 最后落到大业本 林长要看飞啦 如果真的回飞的 就要小心啦 如果下飞的 如果有些下飞的 那就信心大一点啦 这个必然要说 好 接着我提供第三只马 就是第八场10号的 起进之声 文家梁马房 有一个梁家俊策剧 那起进之声是一只典型的四班马 那梁家俊的私家车 那么状态一直是相当平稳的 亦都是可以长期出赛 那么今季一共跑了七次了 那么只得两个第三 其实是失望的 但是大部分赛事所负不远 就是 除了有一两场跑错失过之外 其实 距离头马全部呢 不足三个马位 那么其实可以说 非常没运的啦 就是如果有点点 出出入入的那样 有人跑差一点 去跑好一点 其实今季已经交代了 那么 对上两次谷草1200米 同一个路程呢 见到显然有飞了 那么还买到很热 分别是前一次的3.3倍跑第四 和上一次的5.2倍跑第三 那么幕后人和马阿芳 都已经算到一条数了 那一马应该很快 接近这个可以赢到的水平 那么马就算分的 是不是呢 如果状态平稳的 那么就算分吧 看看这些对手的实力 那么今次继续跑回 回过过1200米 那么其实 起进之星唯一两场的头马 伊勢马 两场的头马 就是上季在这个路程中获得的 那么当时赢马的评分分分别是43和48 那么现在的评分是夹在中间 46分 那么其实已经接近这个赢马的水平 那么就 看回去排几个档 先看起进之星 那么明天排七档 那么六档以内的马就相当大 那么七档也不是差得太紧的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有十倍 那么现在有十倍啊 博得过 那么我们信评分 那么赢率好 那么跑过它的平均水平 其实已经有机会一赚了 那么数据就这么计算了 那么赌马投球赔率而已 那么我就要了一只 第八场十号马的 起进之星 文家来马房 十倍 好 最后一只我要提供的就是第九场 呃 吕健威马房 潘顿拆棋的自然辉煌 那么就 我说过了 我会捧吕健威和潘顿场的明天 那么再补充一点 你看回上个星期的尾场 潘顿骑那只曾有 临场就由这个好受欢迎 变了不受欢迎 那么之后 潘顿的走位挺有趣的 明明自己有得圆意踏上 但是就让开 给个位 吕健威那只心之行上 那么顺利就开出了那场 金枪六十 心之行的 最后一口妈宝 好了 上次送了一个大礼给你 那么今次 吕健威和潘顿合作这么多只 那么应该有些大茶饭吃吧 那么这只自然辉煌 在香港排了六场 那么头三场 跑田草没什么特别 那么近三场 转过来跑谷草就开始近了 那么上场莫雷拉排 第十档改了跑法 走去放头呢 反而就有好表现 事出彩虹 那么 只是最后 输了一条颈 给同马房的精选威而已 那么今次 潘顿拿回离奇了 排回一个很漂亮的档位 一档 那么 只要放出来 应该就没问题了 杂有利条件于一身 于是乎的赔率也都反映出去杂有利 赔率于失一身 那么目前的赔率就是 大热门2.7倍 那么我热热地用来守美关 那么我就 介绍两只热门 两只冷门 那么我重复回我明天的心水 那么我第一只 我介绍第三场六号码 剑在九天 由何宅瑶策剧 沈乘成马房 第二只我介绍第五场的五号码 魅力一丁 由潘顿策剧 吕建威马房 第三只我介绍第八场十号码 喜晋之星 梁家俊策剧 文家梁马房 最后一只就是热门 第九场的自然辉煌 亦都是吕建威和潘顿的配搭 好了两只热门两只热门 希望明天顺顺利利 有好表现 现在不成功介绍热门 先介绍一下热门 希望有些好的分头 好了 接着三保长次 第七场 我首先要那只 竞快联盟 看到也吸引 现在有十倍 八号码竞快联盟 现在有十倍 由潘顿策剧 苏保罗马房 上一次跑第二 潘顿立即拿回来跑 要了先 那潘顿热门哪些马要包回呢 自然要包回沈杂成 目前的大热门董大 有3.6倍 一冷一热 手头关 另外有只马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好马好马 赫燕马房 老爸走了 留下了霍云星 霍云星不断帮赫燕騎 就成为了一个 赫燕的亲生仔 煮碎 这一倍都很烂的 有一倍 我看那些神粗试集 都 火气都很好 明天可以留意一下这只马 那我头关要三只马 一只就是劲快联盟 其实我重点是劲快联盟 十倍 那接着又包回一只大热门董大 那最后留意一只懒的 好马好马 那第八场我说过了 我要选起进之星 都是十倍 那第二只马就是增锋 那 上一次如果不是莫雷拉 他跟那只量化宽藤斗笑 那我觉得这只马 不会连批都没有 那刚刚跑到第四 那今次排三档了 那莫雷拉这只富高八斗就八档 那应该就轮到他有点好处 那看下目前这个 呃 第八场的九号马 增锋 现在六点二倍 那赔率就非常合理 因为 今场的大热门 就是这个 各事无伤 方家爬马房 因为上次表现很好 但是我大胆点飞去了 因为热门 好了 那 我这一关就要起进之星 增锋 那留意一下这只大热门 极爽 那 潘顿热门 记住包分丁冠浩 那最近丁仔的表现都不错 整个是冷屁的 那我第八场我要起进之星 增锋 和包一只冷的 极爽 好了 第九场 不要选那么多了 我选一只 那希望明天就 潘顿和吕健威 真的有好表现 我就要一只自然辉煌 守这个三宝的美关 亦都是守我那条 四川十五 四只深水的美关 那希望潘顿不要令我失望 好了 骑士王了 那 潘顿应该退热了 那看看现在有没有骑士王赔率 现在是 星期一的夜晚大约6点半钟 那我现在看看 赔率出来没有 那就 好果然 明天的骑士王赔率 一开飞的时候 莫里拉自然辉煌1.7 那潘顿和他一样都是骑足9场马 现在有2.3倍 那也不推荐的 我自己不会买的 两倍那些不会买的 但是我会觉得明天的骑士 会不会开回潘顿的 那看看情况如何 就是我会觉得 明天潘顿的成绩会有显著的改善 可能不要说话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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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的 都要预测一下 是不是 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就说出来 我看片段就 不像有什么问题 那些马不行 都不行 是不是 好 马就说完了 我重复回 我提供的四只马 劍在九天 魅力一丁 起进之声 自然辉煌 有冷又业 任君选择 好了 那说回波 上次两场波都领了 就是了 介绍川崎前锋 谁不知道 比未开齋大玩樱花 执他4比1 唉 不知道是什么波 好 第二场波就介绍巴塞隆拿对西维尔 顺利赢波 巴塞的上升轨迹 取代西维尔成为二哥 但可惜赢得1比0 亦都开小 亦都赢不了两球 那输半注 上次波的成绩不太好了 幸好比马捕回 好了 今次介绍波 星期三晚有两场欧洲联赛半军 他八强赛事 第一场就是由车路士主场对王家马得利 王家马得利对上一次欧洲联赛半军杯 最后三十分钟就打出亮丽的一仗 宾斯玛新加坡淘汰有美斯压阵的巴黎圣日以门 你说是不是很厉害 算吧 巴黎圣日以门 欧洲联赛半军杯是没有运行的 接着就有一场新闻球 王家马得利主场大败给巴塞隆拿 巴塞隆拿现在状态是大用的 很难这样计算 好了 今次回到欧洲联赛半军杯八强赛事 实实似 这些真实的 现金赛事 又对于车路士 车路士有多硬硬 大家都清楚了 刚刚那场英格兰超级联赛流了力 打这场硬仗 因为对王家马得利 次回合要回巴拿贝作赛 大家都知道巴拿贝球场是地狱球场 除了巴赛大破之后 其他球队去到也很难有运行 此时不胜就更待何时呢 况且我觉得车路士整体的实力 应该是王家马得利之上 你不要计算那些球星 论实际年纪 我想车路士比王家马得利年轻 五、六年 好了 头关第一场首回合比赛 在主场对付王家马得利 我想不会留手的了 如果你赢不到 其实好说不好听 等于输了 现在目前开盘车路士让平半 这也算是合理的 那我就买盘了 我简单一点 我买上盘 买这个车路士赢 就是这样 好 第二场 第二场还得意 第二场是星期三 二十四场 亦都是欧洲联赛半军杯的八强赛事 由这个抽到好签的拜仁·莫尼克 作客去到西班牙对维拉里尔 一般都相信拜仁·莫尼克会兴趣 抽到好签 八强赛事 轻取维拉里尔进入四强 目前维拉里尔在西甲排第七 45分 距离头的四对玛马体会 西维尔、巴塞隆拿、王家马得利 好说不好听 追不到的了 即是说明年的欧联 应该没有维拉里尔份 剩下 在这里继续打下去了 刚刚也爆烂了 16强赛事 淘汰祖云达斯维拉里尔 又是打回那边的球 总之就团队精神 齐上齐落 打手势球 淘汰祖云达斯不是这么厉害的一个战职 现在回来了 硬硬正正 首回合对于拜仁·莫尼克 拜仁·莫尼克强 又不用说了 但是问题是 第一这个是欧联赛事 维拉里尔应该是首爆你了 不用说了 第一关 如果这一关都被你赢了 那你回去德国吃屎 真是死得了 所以我觉得 其次就是拜仁今年也不是想象这么强势 我都看过他几场球 你说很厉害 那是很厉害的 但是有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我就觉得 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那这次回到 欧洲联赛半军 杯这么重要的八强首回合 作客 维拉里尔 正要让人半一 那很简单 欧洲联赛半军 我一直都是买主场的 简单一点 那既然维拉里尔受阳这么大数 要输足两球才输完 那我要维拉里尔的下盘 受阳半一 好 那我说回我的心水提供 分别是两场星期三晚的 欧洲联赛半军杯 八强赛事 23场 我要车路士的上盘 车路士养平半 我要车路士 那24场 维拉里尔受阳半一 我要下盘 我要分为维拉里尔 我自己会两关穿在一起 买200元 看一下球 千万不要买大 少注意情 足球那些东西 整个欧洲现在夹都很重要 打仗了 大家真的要小心 不会那么顺滩给你收钱的 我始终要说回这个很重要的道理 马就无所谓的 马 即是你马里头注有很多烦 他也抽很重的博彩税 香港是抽全世界最重的赛马 投注博彩税 抽到差不多有15%以上 所以马会一定会赚的 赔得清云 但是波不同 波就 我们不要计算香港赛马会开的盘 其实这个世界很多外围公司 其实 会有人在里面拿到浅了一个天文数字 不用说了 即是你来到今时今日 你说 不是 绝对公平公正 那你相信就没办法了 对吧 我没事的 你球是完的 可以开什么赛果都可以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 拿着一个位置 球是完的 开什么赛果都可以的 开什么赛果都是合理的 所以记住一句 记住看波 少住移情 看晚欧洲联赛半军杯 买200元不过分而已 对吧 出去吃餐饭 谭仔也有两个 两三个人 那我就常常抱着这个 心情去玩我的波马 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 作为一个 移情养性 智力游戏 少住移情 消磨时间 那买波马会不会发达呢 传闻就听很多了 我真的没见过 只可以这样说 你说有些人买马特别叹的 有 博士 我以前认识的朋友 西门远长 真是厉害的 但是是不是 可以不用做呢 好像不是 只可以这样说 好 多谢大家收看今集的 公子帮马节目 希望大家在星期三 赢多点 多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